据媒体报道,台湾通讯传播主管部门近日通过所谓电信终端设备审验办法的修改草案,规定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包装说明书软件和固件等不得标示中国台湾字样,否则不语审验通过,即使通过的也撤销证明不得销售。 举起政治大刀砍到经济领域,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从何来,只是这气撒的自相矛盾,按照岛内相关法律规定,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更不用说九二共识和国际社会通行的一中政策了,但民进党当局非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处处显示出政治操作的痕迹,出于政治目的的操作政治对立,民进党当局可为驾亲救赎,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台湾四个字,采了台独教义的七寸,让有些人不爽了。 他们在一月份的选举中意外大胜,开始撬尾巴,在大陆防疫抗疫的紧急关头落井下石,盯着世卫组织放途寻求外交突破,为此大做文章,看到有西方媒体三方点火更是一副值得意满的样子,但心里的小啸酒很清晰很龌龊,台电子产品所谓新规只是最新的印象而已。 今年以来,大陆品牌手机在台湾一片净悄悄,始作俑者就是这个电子产品新规。 去年底,台湾通讯传播主管部门表示,手机品牌业者必须承诺系统中不会标示中国台湾,也不会在系统更新时再调整标示。 此举导致今年大陆厂商新手机无法在台销售,大陆手机在台销售并不是钱都进了陆企的腰包,它能带动岛内就业,拉动岛内消费,作用不容小觑。 有舆认认为,为了民进党当局司令而挑起两岸企业最不愿触碰的政治敏感地带,绝非台湾经济发展之福。 有业者担心台电子产品所谓新规有向大陆宣战的意味,其实远不仅此,民进党当局一步步操作对立,装装渐渐可不少,几乎要把两岸的政治默契和模糊空间整没了,把两岸的互信和善意整没了。 如今台海形势愈发复杂严峻,有时之事忧心忡忡,两岸正在从冷堆里逐渐走向可能发生火车头对撞的险阱。 虽然相关早安还需要经过公告收集业界意见后,再从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审查,但在绿营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外界预期修正案将很快获得通过。 岛内业者认为此举等于变相,封杀了大陆手机在台湾的销售,岛内经济本来就闷,让政治对抗火烧到经济,将为台湾经济带来浩劫,对谁都没有好处。 问题是不要自费武功的真言,有人听得进去吗? 屡身临险,智者不为也,看着两岸和平交流的利机,放任敌意螺旋上升,绝非两岸人民之福,这种做法注定不得人心。